王俊賢和我們有9點鐘的《神早新聞》報道 香港台《神早新聞》是由 地產鐵三角Johnson Remax Diamond Award Team 港城裝飾工程葉師傅 特約贊助播出 各位 今天是9月14日 歡迎收聽香港台《神早新聞》 我是王俊賢 先看看香港消息 關注仇權組織石場花今天解散 創辦人、前立法會議員邵家津說 世界上並沒有無緣無故的結業 解散是禮拜天晚上全部員工共識 至於是否因為政治壓力 他選擇不多說 大家心照 也留意到政府近日說法 都是決定時候的參考資料 石場花成立9個月 邵家津說每一步都步步為營 每天提醒自己在做人道支援 他在Facebook表示協議 說石場花已經盡力 而這份努力本身就是石場生花的故事 對於在囚人士未來難以獲得支援 邵家津感到沉重 只是說能夠說的已經說了 並且以花開花樂有時盡 相逢相聚本無意總結 說香港人保住條命最緊要 最緊要人無事 石場花聲明提到 已經停止發售探監物資圈 剩下的探監物資會盡快分排給家屬 完成建案程序之後 將不再向任何人提供服務 並將會解鎖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日前不點名批評 有組織協助在囚人士 建立特權和影響力 散播危害國安總指 石場花為在囚人士配對不友 至今超過350個在囚人士參與 成功配對超過4000隊不友 發出信件超過12000封 另外又發起過收集舊版朱古力行動 配合懲教署要求 亦曾發起網上聯署 要求懲教署改善獄中學業環境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批評香港記者協會 滲透校園拉攏學生記者入會 倡議人人士記者有違專業道德 質疑記協的代表性 記協反駁說鄧炳強以假新聞會黑記者 鄧炳強再接受親中報章大公報專訪 聲稱留意到記協執委只是集中幾個媒體 倡議任何人都是記者 令大眾對記者受到專業訓練的期望不同 又說任何組織如果違反《國安法》都要負責 以及重新著手推動《基本法》23條立法 在下個立法會期完成 記協主席陳朗昇在電台反駁 直指鄧炳強說法離譜 抹黑記協的手法是假新聞假消息 重新記協審批會員過程相當嚴謹 目前700個會員當中近6成人擔任全職記者 部分自由工作者屬於附屬會員 也有任職公關的公關會員 記協之後發表聲明回應鄧炳強指控是事實錯誤 說截至今天 在大專院校就讀新聞相關學科的學生會員 只是佔會員總數1乘3 又說政府多次聲言要打擊假新聞 不過在這次專訪就出現不實和虛假資訊 大公報也沒有查證事實 也沒有尋求記協回應 深表遺憾 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出席行會前 被香港電台記者問到 如果存在已久的支聯會對國家安全有威脅 為什麼一直沒有採取任何行動 林鄭月娥直指問題沒有意義 反問為什麼沒有及早推廣國安教育 為什麼沒有及早針對勾結外國勢力組織 採取執法行動 他又說 在一個史無前例的社會動盪 和危害國家安全的暴動之後 在國安法支持下 政府有能力和責任 採取行動維護國家安全 國安法不僅在於拘捕和懲治 危害國家安全人士 也在於防範這些活動 對於保安局建議折銷支聯會牌照 林鄭月娥說 政府等待支聯會提出抗辯證據 之後會在行會討論 另外今天記者會的報警以全民會為主題 不過就出現低級錯誤 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四屆運動會 寫成中國人民共和國第十四屆運動會 特首辦回應說 對錯誤深表協議 會採取措施防止出現同類情況 《蘋果日報》6月24日停刊 員工因為公司資產被保安局局長凍結 至今未有糧出 15個前員工今天出席勞資審裁處聆訊 涉及欠薪和代通資金接近120萬 至方未有派完出庭 有員工向傳媒表示 只是希望完成法律程序 這是必要步驟 審裁官最終斑令 要求被告《蘋果日報》有限公司 即時向申訴人繳付相關金額 全球疫情持續 英國的或未成年人打第三針 即加強劑 亦建議12至15歲的小朋友打一針Biontech 加拿大在強制接種之下 成為全球接種率最高國家 不過疫苗接種問題在不同社會 衍生不同爭培 世衛、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官員 和多國頂級學者 在醫學期刊刺針斷柱三文 說現階段不適宜廣泛為民眾接種加強劑 建議各國專注提高接種率 避免病毒繼續演化成更危險病毒 文章指出 目前研究顯示 疫苗對預防Alpha和Delta變種病毒 造成的重症有九成半功效 預防任何感染能力也超過八成 又提到Delta變種病毒傳播力雖然強勁 令到已經接種疫苗人士受感染 不過大部分人之下有輕微病徵 顯示疫苗在預防住院和死亡上保護力相當高 另外如果不斷呼籲打架強制 只會削弱民眾對疫苗信心 甚至可能出現重大不良反應 目前也沒有足夠的科學證據支持做法 不過就認同為免疫力較弱的人士接種加強劑 英國就業市場混亂 英國國家統計署指出 英國8月份受薪人數達到2,910萬人 按月增加24萬1千人 重返去年夜月首次封城前的水平 今年6月到8月就業市場有103萬個職位空缺 比前三個月多34% 分析說勞工短缺情況很大機會在下半年持續 甚至個別行業下年都會繼續面臨困境 《神早新聞》到此 《神早新聞》 Johnson 你的地產經紀不宜之選 買樓 賣樓 有口碑 港人話 信得過 Johnson